今日G點一齊珠珠臨開show被DQ的阮文安 繼何韻斯演唱會場地被DQ後 再有王毅人報後陳 他就是Tommy仔阮文安 阮文安原定這星期在麥花省場館連開兩場show 但日前接到官方通知 因場館關閉要取消他的個人演唱會 阮文安隨即在社交平台貼文狂身 指責場館向他施壓 還賣慘話已經用盡了全部力氣 但始終都是守不住 稍後交代退票詳情混混 阮文安唱過什麼歌大家未必記得 但他的黃色威水史不少人都有聽聞 黑暴期間阮文安就衝得很前 例如前年民陣發起的所謂國際人權日遊行 他就伙同李柱銘、毛孟靜等正棍 手持黑暴Banner帶頭遊行 又曾親口承認 肯暴亂現場開車接應搞事者離開 阮文安還好會借黃揮銀 他在前年仲籌搞演唱會 說明萬一預訂不到場 百分之一百會即時退票 當時說的演唱會遲遲未開 所謂的退票亦沒有下文 難怪十音社樂隊經理人邵子豐當時也罵爆他 一個Tommy仔欠最少幾十人 total起碼幾百萬至過千萬 做了黃絲就是男神? 阮文安這次又開鬍不成 不知道這次手足的門票錢會不會又凍過水呢?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